作詞・編曲 初音ミク 詞曲 李宗盛 我多想找到你 親碰你的臉 我會張開我雙手 抚摸你的背 請讓我擁有你 失去的時間 在你流淚之前 保管你的淚 就算世界 躺在我前面 掌控的手 別再奢侈浪費 你們是一伙的 欺負我一個弱女子是吧 誰欺負你了 白小姐 人死不能輔生 讓事長安息吧 這樣對大家都好 別說那些沒用的我不想聽 她得了十幾年的抑郁中 從來沒有告訴我 一直瞞著我 我好不容易找到點線索 想過來問清楚 她為什麼要尋死 可你們一起瞞著我 你們害怕什麼 你們想要保護誰 白小姐 你真的是想多了 是我想多了還是你怕了 這 白小姐 這世上沒有永遠的秘密 我等著 總有一天會曝光她 就算齊樹杰殺了人 我也不會讓她當個糊塗鬼 好啊 你可以查 不過最後的結果 只能是自取其辱 好 我倒要看看 是誰自取其辱 我不想再看到你 這總能碰上 這總能碰上 我吃 你看看 你看看 這絕對是故意幹的 你說怎麼辦 報警 不 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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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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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回可要好好幹吧 肯定的 這回可要好好幹吧 反正我覺得這個方案沒問題 你們絕對有問題 那是你們的事 嗨 不是我們覺得有問題 那不是梁台說 還可以再考慮考慮的嗎 我支持考 中午清理吃飯 好 我呢 好 我們是交警大隊的 你就是白考兒吧 我是 請你跟我們走一趟吧 什麼事兒 怎麼了 你涉嫌追尾逃逸 需要去交警大隊處理一下 考兒你在哪兒追尾 你追誰尾 你這還逃 警察同志 我是跟我朋友開了個玩笑 我沒有要逃逸 但是對方報警了 我們就得受理 你存在主官故意追尾 而且逃逸事實存在 跟我們走吧 跟我吃 我不和你祖宗 麻煩了 我說都被誇光了 我要怎麼配上班啊 你能不能好好走路 我說你 沒有拘留你算好的 你能不能消停點啊 這麼大了 還能幹這麼幼稚的事兒 扣十二分 罚兩千塊錢 你腦子抽了才幹這事兒吧 我跟你說活該 瞅口是魔鬼 把包還給我 還給我 還給我 你現在知道了 你早幹嗎去了啊 你本來還要賠償維修費三萬塊錢 葛墨池取消了也算是大度 你好好反省吧啊 我要報仇 我一定要報仇 你報什麼仇啊 葛墨池雖然沒有要你賠償維修費 但他不好惹 你招惹他幹嗎呀 就你這雞毛性子啊 他收拾你是分分鐘的事兒 你明白嗎 你幹嗎呀 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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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當破財擋災了還不行嗎 然後呢 吸取個教訓 也改改你這魂性子啊 沒有車咱就坐公交車 坐公交車上班挺好的 我天天坐公交車上班 我錯了還不行嗎 快起來 不行 我嚥一下這口氣 對 梗墨池是給了你教訓 你還想怎麼著啊 我還怕他不成 青春家他媽欺負我就算了 梗墨池也欺負我 憑什麼 明天我告訴你啊 這事兒沒完 墨池 你主要注意好態度 給他個台階下就完了 我打個墨 這人特別難纏 那業內口味特別不好 這事兒要弄好了 他把一件差的事兒挖出來 他就很棘手了 所以墨池 闭嘴 你聽我把話說完了 嗯 嗯 想讓我跟你道歉是吧 好啊 我可以跟你道歉 我那天那麼衝動 當然要道歉了 但是我那天為什麼會那樣做 你心裡沒說嗎 你沒有好好想過嗎 想耍了你就直說 別兜圈吧 我沒時間跟你兜圈子 你能當上記者說明 你是受過高等教育的 你明明知道我太太已經不在了 還當著那麼多人的面 詆毀她的名譽 你爸媽沒教過你最起碼的禮貌嗎 我不是不可以跟你道歉 我可以道歉 前提是你必須登報 給我太太道歉 雖然她已經不在了 那也不代表你就可以肆意地誹謗她 我跟她道歉 這這 不是你是道歉來了啊 你什麼態度我這件事 你跟她道歉我就跟你道歉 絕不實言 我不過是說了事實而已 什麼事實 你有證據嗎 你有證據證明我太太 有你說的行為嗎 沒有 你只是道聽途出而已 你連最起碼的職業操守 都沒有了嗎 庚莫淳 你仗勢欺人 你以為你是名人 像我這樣草根 就哪裡一點辦法都沒有嗎 你肯定有辦法 你可以繼續在這住下去 我承擔全部的費用 一個月 一年 一輩子都可以 這個地方特別適合你 這是一個生死輪迴的地方 你每天看著有人被推進太平間 你就會明白 我們都不會有那一天 那個時候你就應該知道 怎麼去面對一個王者了吧 幹嘛幹嘛 歡迎繼續住下去 我們走 太囂張了真的 這怎麼可能你讓她跟葉莎道歉 那讓我跟她道歉 我會像這樣的人低頭嗎 笑話 你別跟她計較 不過你看她說你的話挺棒的 你真爽啊 我永遠不想跟這樣的人打交代 反不著跟她計較 對了 葉莎常住那個酒店給我來電話 她說讓我把房退了 然後我把賬結了 他們知道葉莎那個 所以 明天我跟你一塊去 好好好 來 梗莫池 你越遮眼 就說明你心裡越有鬼 蔡醫生不肯說 你以為我就沒辦法了嗎 看來這事 只能從齊樹傑這邊下手 這是什麼 是齊樹的勇猛 是齊樹的勇猛 二離如六 酒店 您好 您好 我紧张什么呀 莫迟 你先上楼 我去办手去 跟您钥匙 这么浓的香水味 我怎么从那边在骑过去身上闻到过的 好 好 interesante 晓晓的 哎 哎 可以 我 说 你怎么进来的 你怎么进来的 你怎么进来的我就怎么进来的 有什么稀奇的 你来干吗 我 我来看看 手里拿了什么东西拿出来 里边的信呢 没有啊 我可以不追究你四床我太太的房间 但是请你把里边的信还给我 什么四床啊 齐树杰有这间房间的钥匙 证明她是经过夜沙同意进来的 我得把太太看看没有落下东西 不成啊 你别强子多礼 把东西还给我 不给 我就不给 给不给 干吗 想动手啊 我从来没对女人动过手 但是你如果不把信还给我的话 你就别想离开这个房间 怎么着 你心里没鬼怕什么呀 怕真相大白天下啊 董墨齿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会查清真相的 你给还是不给 不给 原来是这样啊 那也真是挺难过的 我们也是从报纸上得知的消息 不过我们没有她先生的联系方式 只能等你们来退房了 不好意思 我们这次把账结完之后 主要是把东西收拾一下 可以的 房间就在那边 对了 叶女士平时都是自己一个人住吗 这个我们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们无权干涉客人的隐私 没事 就随便问问 董墨齿 你别欺人太甚啊 我只是想知道齐树杰自杀的真相 有错吗 人都已经死了 你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入土为安呢 你再追究有意义吗 有没有意义是我的事跟你没关 白卡尔 你把信还给我 今天咱们俩什么事都没有 我真的只是想看看 那是我太太留给我的私人物品 凭什么给你看啊 耿墨齿 我真是只是想看看 我不带走 齐树杰一句话都没留就死了 我想知道她为什么要寻死 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寻死啊 我保证我看完以后不告诉别人 我发誓 你给不给我 不给 你不要点跑 放开我 你给不给 不给你 不给 不给 要看也会死 我太太留给我的 凭什么给你看 不给 这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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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诚儿 莫诚儿 你 你在干嘛呢 来人啊 救命啊 飞了呀 给你给我 我的信 给我 我凭什么给你 给我 我就不给你 我看你给 你干什么 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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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套我出来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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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叽死你 你们看 你们看 她一个大男人 我打得过她吗 姑娘你刚才也看到了 是她非礼我 她欺负我 我要报警 我一定要报警 白小姐 我觉得这之间 肯定有什么误会 是吧 误会 你眼睛瞎了 刚才什么情形 你看得一清二楚 我告诉你 在法庭上你这种行为 叫做包庇纵容 这位小姐 请你冷静点 有话好好说 没什么好说的 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你们酒店不能坐视不关 我告诉你 这事要捅到媒体 你们就关门大吉吧 这位小姐 请你冷静一点 我相信这中间 肯定是有误会 你看我们还是坐下来 好好协商 你看好不好 白小姐咱还是坐下 坐下说行吗 小姐 您先喝口水吧 我不坐也不喝水 今天这事 必须给我一个了结 否则我跟她没完 请问 她是这个房间的客人吗 我是不是可以投诉她 私闯我太太的房间呢 我觉得应该报警才对 这是我太太的房间 她擅自就闯进来了 意图要偷走我太太的私人物品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盗窃行为呀 什么盗窃呀 大人 报警 报警 你胡说谁盗窃 还诬蔑我非理你 还诬蔑我非理你 大家都看到了 我是在抢我太太留给我的遗书 而且你先进到的这个房间 谁知道这个房间 有没有丢什么贵重的物品呢 所以你就是盗窃行为 不 你是当着我的面 应该最佳一等 抢劫 报警 谁啊 董博士 你当我好欺负是吧 谁欺负你了 是你一直在无理取闹 谁无理取闹 我不过就是想看一下 信上写的到底是什么 不就一封信吗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凭什么不让人看 你还就是不能看 两位冷静啊 冷静 没什么好冷静的 欺负我也就算了 还是我是贼 可莫之后跟你没完 怎么着 你还要给我动手 我打你怎么着 这属狗的 你是说他非理你 你又说他盗窃 那我问你们两个之前认识吗 不认识 到底认不认识 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有关这件事的后续 我会交给我的律师来处理 他律师呢 说不过理亏就请律师 你才理亏呢 就你 你俩别瞅了 你看看你们两个 穿得挺时髦的 一看就是体面人 怎么会把事情 倒到这种地步 问他 我可以走了吗 太嚣张了吧 口供还没弄完呢 唉 这位女士 我看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你好 我是耿先生的律师 有关我当事人 被袭击的笔录录完了吗 那录完了 你们可以走了 不过后面也有什么新情况 你们还要回来补充 好嘞好嘞 唉 没说你 你不能走 你坐下 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你涉嫌入室盗窃 和故意伤害 这是要被拘留的 什么 老师 你真打算告的 你想说什么 我觉得 唉 行了行了 回去再说吧 孩子睡了 要不要吃点东西 有事 最近工作 是不是有点不顺心啊 唉 没有啊 马教授呢 今年要退休了 他主任这个位置呢 好多人想去争 我有例外 我知道你工作压力大 但回到家 放松一点 别把工作上的情绪 带回来 行 知道 还想跟你商量点事 你看 淡淡现在上幼儿园 白天呢 基本不在家 我闲着也是闲着 行 那我跟你说啊 只要照顾好家 看好孩子 想做什么都行 好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不会影响家里的事情 嗯 英真 怎么突然要找工作啊 他老公同意了 哎呀 你好找 你会计师嘛 包在我身上了 行了 那我刻意干嘛呀 嗯 不用聊了啊 拜拜 拜拜 来来来 铁哥出院了 不吃了 不出怎么着啊 人家有钱有势的 铁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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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怨我 这好就别说了 你哥哥我 皮操肉厚能抗揍 挨两拳没事 可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 葛墨池这个人不好惹 嗯 我姐们就吃过她的亏 你姐们都吃过她的亏 她们什么关系 她们俩能有什么关系 嗯 嗯 不过她老婆叶莎 和我姐们老公 嗯 两周前死在一起呢 真的 这是还包着呢 没有公开 葛墨池的公共团 那边是压下去了 哎 我问你 就你那闺蜜 是不是那个电台的 什么什么主播呀 就经常找你来那个 那个 跟你有关系 去去去去去 嗯 嗯 哪位 是我 派出所 考儿 考儿 你别再闹了行不行啊 考儿 你现在正在保释期间 葛墨池和酒店都在清点财物 万一真有什么贵重物品遗失的话 你有一百张嘴都辩不清楚啊 就是啊 这事可大可小 你要是再这么讲的话 隔膜池肯定会收拾你的 你就是低个头认个错 要不然他咬定了你拿叶莎兜 你能怎么办呢 气人太甚了 你听我去劝吧啊 齐树结合叶莎的事呢 你再追究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啊 你说你把后半身搭进去 你值吗 昨晚人在这待着一晚上 滋味怎么样啊 行了别说了 先送他回家吧 走吧 我送你回去吧 走啊 我差一点就拿到那封遗书了 那里面一定有齐树结的死因 你还差一点点就坐牢了 你怎么不说呢 你私喘人客房 把葛墨池咬伤了 捅了这么大娄子 你还惦记着遗书呢 你先想想怎么解决这麻烦再说吧 而且我还听说 葛墨池的手还投过宝 什么投宝啊 他是钢琴家呀 所以他的手是投过宝的 而且还投了五百万 美金 五百万还美金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他们真的要追究起来的话 卡尔要承担巨额的赔偿费用 谁也别离我 别让我死一会儿 你确定那是遗书吗 那你看了吗 根本来不及 我宁愿我自己不看 也不能让白考完看 万一里边有堆叶杀不利的内容 对对对 你想得很周到 不过你也挺拼的 把他给吃了 还对了 今天他就保释出来了 今后怎么办啊 那要看他了 他要继续闹 那就告他 他消停了 事情就到此为止 咱稀释宁人吧 咱也没多大损失 别把事闹大了 一个女人 犯不着跟他计较 是我要跟他计较吗 从头到尾都是他在屋里取闹 黄忠还怨我呢 说我这点小事给打电话 他虽然是你的御用律师 他说这点小事 他从那儿飞过来 人都打大个官司的 接着电话就飞过来了 是我请他来的吗 我 我 我叫他来的 好吧 错都在我 都是我的错 不过我提醒你啊 一个女人 可比十个记者都难缠 尤其像白考儿这样的 还反咬你一口 说你非理他 这事要捅出去 人尽皆知的 对你的名誉 那巨大的损害 听说她的名声也不太好 所以啊 你就别招待她了 对 那个记者也出去了 这事我看也就那么聊了 我不喜欢名声太好的女人 看上去十全十美的女人 往往都戴着面具 你永远无法知道 面具下的那张脸 和那颗心是什么样的 两个人即使面对面 也像隔着万丈深渊 白姐 这份稿子 不是我要做的选题 我们这周要做的 是关于广场舞 扰民问题的讨论 之前你怎么不说 我说了 是你没听清 夏曼 故意找茬是吧 谁找茬的 是有人以老卖老 站着自己有点资历 欺负新人 再说一遍试试 干什么干什么 你翻车了是吧 跟师傅吵架 这谁地盘啊 谁的地盘我不在乎 反正晚上我要用 你 去 去 什么玩儿 你偷偷用金了 又头疼了 行了 别生气 跟他你犯不上 这种人就上不了台面 我看他能得益多久 我刚上来的时候 在门外看到有几个人找你 样子还挺凶的 什么人啊 喂 是杰树杰的老婆吗 我是 你是谁 你还我是谁 你老公欠了我二十多万 都拖了一年了 该还了吧 什么 他欠你钱 他欠我钱 他欠你钱 你找我干吗 你是他老婆 不找你找谁 谁啊 他欠你钱 怎么了 考儿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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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在里边的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你出钱的钱肯定还你呢 赶紧拿出来 别装了 我们知道你在里面 出来解决不了问题 早晚都要还 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 快还钱 还钱 还钱 不出来解决不了问题 赶紧出来跟我们谈一谈 赶紧出来 赶紧还给我 这些是我们的血汗钱的 这些是我们的血汗钱的 汗钱 老娘跟你没完 出来 快干吗 汗钱 把门打开 是汗钱吗 把钱还给我们 麻烦你们来 麻烦你们来一下人 B座二十二楼 有人在门外面大声喧哗 我不认识他们的 出来啊 快开门 汗钱 来 汗智 我这有拿给你呢 对对对对 他们都管我要钱 我连真的不认识他们 七处节的钱我都留给他妈了 我哪儿还有钱还呢 对不起啊 嫂子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他们去找你要钱的 都怪我 提前没跟你说一声 是这样的 前两天法院已经清账了 公司拍卖的资产 根本就不够还账了 所以他们才去找你要钱的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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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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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真的 cake 三头六臂 我也没办法呀 反正这事你转告齐水杰他妈 他既然要了遗产 就得承担债务 我没那个本车替他儿子还债 怎么搞啊 没事 我没事 我一会儿给他拿回去啊 可儿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来吧 通通的来吧 横叔是要逼死我 那就遇死网破吧 谁说不是呢 可儿现在被那些债主逼得要跳楼 齐水杰他妈什么都不管 这事还不知道怎么办 那律师呢 律师怎么说 律师说要双方协商处理 那可儿跟老太太闹得这么僵 协商得了吗 米兰 咱们抽签去看看他吧 他现在的状态很让人担心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明天周末 我发现一个巨好吃的坚果 我现在在网上给他订点 行 那就先这样 对了 你帮我联系的那家会计师事务所 他们对我很满意 说我随时可以去工作 谢谢你啊 跟我还客气啊 行 明天见 拜拜 来 明知 秦深 你怎么来了 我都好几天没回家了 我拿了几件换洗衣服给你 你看够吗 够了 你说你最近肠胃不舒服 我特意熬了点粥带过来 趁着喝吧 还串门送过来 以后别这么麻烦了 我已经把单子送到幼儿园了 反正也没什么事情 正好过来看看你 收起来 我现在不喝了 好 秦深 米兰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给我找了一份兼职工作 不用做班 在家就可以干活 一个礼拜去两次就可以 谁让你去工作的 你之前不是说了吗 只要我不影响到家里的事情 我想做什么都可以 所以 我是说过这样的话 但我是让你去 美容啊 逛街啊 你打牌 你做什么都可以 我没让你去工作呀 你去工作让同事看见 我脸往哪儿放啊 你别急 你听我说嘛 我以前就是学会计专业的 再说了 这只是一份兼职工作 不会影响到家里的 一个礼拜去两次就可以了 那也不行 马教授今年就要退休了 他主任这个职位 多少双眼睛在盯着 我要想上去 我就不能让人背后说谈到此 家务事也不行 你就没脑子 你去工作 同事知道怎么办 我张千山无能 得靠太太专心养家是吗 你看看考儿吧 她老公怎么对她的 你别生在福中不知福 我一心扑在你跟孩子身上 你还想要什么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你想要的 对于我跟这个家庭有意义吗 千山 别说了 这好多事你赶紧走 你抽空把粥喝了啊 妈 妈 考儿啊 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不管怎么样 你们总还是一家人 有什么事就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 他妈妈为什么愿意 还不是因为你签了那个解剖的字 人都已经死了 还要被开膛破肚 你说你这么做 不是把他妈妈心口上撒盐吗 听妈妈的话 赶紧回来一趟 去给他妈妈赔个不是 我就是想不明白 又不是我把他们对狐狸去的 怎么我就成凶手了呢 果然解剖奇数捷 是因为我不相信他真的就这么死了 雷锋遗书都没留下 现在几百万的债务押在我头上 让我拿什么还 几百万的债务 妈 不说这个了 债务的事 我会跟律师商量对策的 您就本操心了 我回家了 你也早点休息 挂了 几百万的债务 几百万的债务 老白 老白你听见没有 几百万的债务 压在考儿一个人的身上 到成规分不管 老白 要不这样吧 咱俩一气 去到成规分那儿 跟他好好说道说道 你给我死着这份心 我明天就是去见棺材 也不可能向成规分低头 好 好 喂喂 把叶瓜 烦死了 怎么那么早啊 找你说点事 什么事啊 叶沙的墓地找好了 你看看找的时间 把骨灰下葬了 就在长青牧园那儿 风水地点特别好 我亲自去找他 就这两天吧 好 我昨天晚上还梦见叶沙了呢 还是躺在那白单子下面 虽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但是我感觉他还活着 好像随时会醒过来一样 我迟 叶沙的律师找我什么事啊 是叶沙的遗产都算出来了 包括几处房产啊股票啊 还有银行存款什么的 让你过去办一些相关的继承手续 都给他办吧 我不要 都给啊 好 这 但你也得过去签个字啊 我看明天吧 一定吧 对了 还有工作室停业的事 我一直在处理 有人想租 我拒绝了 我觉得先放在那儿吧 毕竟房产是咱自己的 以后做点别的呢 你觉得呢 放在那儿吧 他现在特别惨 他老公生前欠了好多的钱 现在债主天天逼他还账 听说现在连门都不敢出 公司资不抵债嘛 毕竟又是他的遗孀 你说这些债主能放得过他吗 莫迟儿 谁都不容你 我觉得 咱把派出所那边的案子给他销了吧 赶紧的吧 你们先走吧 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待会儿 对了 下午约了叶莎的律师 待会儿咱们过去 好 很遗憾 没能看到你够留的遗书 你要跟我说什么呢 想知道 但是好像 又不那么想知道 无非就是一些怨恨的话 之前你已经说了很多很多 就像 你生前诅咒我一样 这回我是万劫不复了 你入院了 要不装 一遍 你敢说 可不可以 你说 好像是不容易 我听到 还可以安排 这可能是正常的 这时候现在一堆人追债 卖了还能缓点 就这样吧 好吧 交给我处理吧 车子处理掉后 你直接跟韩正联系吧 最说是我的意思 好 那我走了 拜 李律师 那这事就麻烦您了 不客气 应该的 叶沙父母那边有任何需求 你就告诉我 好 先来 再见 可是原家路宅 爱情的门外 爱情的门外 谁拂了谁等待 宝费的门外 我们等待始终满下来 火花爱上大海 绽放后沉入踏槐 若能接受这个意外 就让痛恨加痛快 赌上所有成白 如果可以这样爱 那些道理我都明白 哪怕要为你化作尘埃 如此相爱 流泪也能笑得开怀 那枯杂还用来给伤口灌溉 你说爱你无关未来 我们等待始终满下来 火花爱上大海 绽放后沉入踏槐 若能接受这个意外 就让痛恨加痛快 赌上所有成白 如果可以这样爱 那些道理我都明白 哪怕要为你化作尘埃 火花爱上大海 绽放后沉入踏槐 我国励的愿有政美 说难反 combos灌溉 说难受这意外 就让痛恨加痛快 剑上所有成白 puduka 游戏 来 那个ylank 在基石下 神灾 楊 中文字幕——YK